請你跟我這樣過 請你跟我這樣過 老公搞不懂事 老婆為何瞎這麼多啊 瞎什麼呢 就購物啊 結果購物來很多東西都很瞎啊 唉唷 我跟你講 不曉得為什麼女人只要一上街啊 是 這個荷包就大吃血 我跟你講不用上街 網路購物也OK 現在更恐怖 都可以 偷偷來瞎 根本是把我們全家的空間 當成倉庫再放 好像是喔 是不是 所以今天我們就好好來探討一下 因為很多夫妻中間會爭吵 會有糾紛 就是因為老婆太瞎拚啦 來 我們今天趕快邀請到呢 這一位忍受很久的好姐 那不是我爸爸 我以為忍受很久要介紹她咧 不好意思 你媽媽忍受很久嗎 不是 還有我們所有的這個 土主爸爸團 今天爸爸要 爸爸們要嚴重的來控訴媽媽 對 那這個是愛蝦媽媽團 Yeah 愛蝦 愛我更愛家 所以叫蝦 那橫皮是什麼呢 還有口號咧 愛自己 一切都是為了孩子好 OK OK 講得正正有詞喔 好 現場還有兩位專家 為大家介紹 歡迎黃聰妮 黃醫師 你好 好 以及我們王洪哲王老師 大家好 好 歡迎 兩位專家今天來這邊就來對了 因為他們的太太 有得也很會瞎拚 我知道你說的是誰 是 是 是嗎 黃醫師你喔 對啦 就是你啦 媽媽瞎買小孩衣鞋 尺寸怎麼選才不浪費 這個鞋可能是有洞洞的 是夏天的 當他腳長到那麼大的時候 剛好是冬天 其實你知道物價會長嗎 先買著 一定要觀察你孩子的生長曲線 可是這只是很基本很基本 因為孩子不見得一定照的那個曲線 沒錯 如果你怕他有可能穿不下的話 有漱口的這一種衣服跟褲子 特別容易預買了以後穿不下 對 OK 好了 當然我們今天的老公 竟然要控訴老婆們 我們現在來聽聽看豪傑好不好 豪傑的問題是 老婆買一大堆通訊設備和寶寶監視器 對照顧小孩真的有用嗎 嘉欣他很會瞎評是不是 是啊 你知道嗎 而且他都覺得說 老公對3C很熟 所以一定要滿足他的需求 所以呢 第一次 第一胎 就買了寶寶監視系統 這是一個cam 一個monitor OK 好 第二胎 他說我們要升等 要upgrade 所以他說黑白的不夠看 所以叫我去買彩色的 彩色的 所以呢 就換了彩色組了 因為科技不斷進步嘛 就這個是不是 對啊 然後呢 馬上 彩色的 真的耶 豪傑有沒有 有有有 對 彩色的耶 隨時知道寶寶的狀況 很需要啊 很清楚啊 很像行車紀錄器啊 對 但是還不夠 還不夠 你知道嗎 他覺得這樣 我覺得還不夠耶 你知道嗎 他說這樣的立即性不夠 他要我再去買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 一般家庭幹嘛要這個東西 對啊 沒有人去吃啊 你家有兩百瓶嗎 我說你家兩百瓶嗎 沒有那麼大 可是有時候晚上他們在睡覺 媽媽陪睡 對 然後我再親胃 然後要怎麼樣的時候 譬如他就說 來來來來 快來換尿布 快點快點 換尿布 換尿布死了 好了好了 我來了啦 然後呢 這功能還不夠喔 你知道嗎 等一下我請問一下 在家裡你們家是兩百瓶大是不是 我們家是 你們用叫一下 老公過來換尿布啊 沒有他們在主臥房 我在我的書房 喔 對對對 那他說APP或者什麼 TOPBOX那些 太慢 太慢了 走出來也太慢了 對 我也很難得有看到人 自己在家還要APP啊 而且還嫌慢 我告訴你 還嫌慢 這個非力急 而且呢他還說 為什麼要這個東西 就是說有時候他不要講話 你看他只要按一個按鈕 就有密碼了是不是 這代表著換尿布 對 他連講都不用講 他只要一按 那邊就會響 那邊按這邊就會響 如果你沒聽到咧 就完蛋了 我沒聽到的話 第二天可能就耳根子 就不能親近了啦 對啊你看 為了一個孩子的這個需求 買了三套東西啊 但是還不夠喔 還不夠 他還不滿意這一個 為什麼 你知道嗎 他說這個晚上 常常接收到那個 無線電轎車的那個 噢 噢 訊號干擾 噢 他還不滿意 就想要開車出去是不是 他說還要再找 有更好的 那個Walky Talky 那還有 哇 找到了嗎 目前 我跟你講 因為 會有廠商跟你們聯絡 太高了 所以我暫時都跟他講說 還找不到 因為像這個Walky Talky 雅蘭也有買啦 像這一種大概就是 頂多一千 一千多 一千多塊 對 一組一千多塊 好的可以到七八千都有喔 好幾千 一組啊 他都是賣一組的 對對對 這個差很多啊 他的問題是說 搞到這樣有用 有必要嗎 我這樣子 可是他還不滿意 你知道嗎 搞得好像我是變台翁一樣 真的是 好可憐喔 黃醫師 你老婆那麼愛買 又買這個嗎 這怎麼可能呢 真的太瞎了 那個Walky Talky 我不語之評啦 因為這個夫妻之間 自然有一些情緒在裡面 對 黃醫師等一下 我老婆非常信你的話 請問這個怎麼樣 增加夫妻情緒 看你那個鈴聲可能有不同的組合 有不同的意義 有別的暗示喔 那個我覺得那個是個人 這是自己的預算 想要需求這樣 但是我比較在意的是那個寶寶監視器啦 因為有很多的媽媽會覺得說 像買寶寶監視器你們 大概心裡面會覺得 他是拿來幹嘛的 就看寶寶有沒有什麼動作 對 我們那時候 我們要去房子做家事的時候 小孩子在那邊怕他翻身 對啊 或也是別被給他蓋住頭 對 那我們想最糟的狀況 其實你們是怕 譬如說嬰兒猝死 對 那你一時之夜沒有發現 來不及對不對 對 那我只能跟大家講 研究證明顯示 寶寶監視器對嬰兒猝死 是沒有預防的效果的 沒有預防效果 會不會反而是鬆懈 對 它有兩個可能 一個是媽媽非常焦慮 因為她每一個 只要一叫她就去 一叫就去 然後整晚都睡不好 這是一種 另外一種就是說 漸漸被燉花了 那又是那個乾燥啦 那個大概翻身掉了啦 然後就 對 所以這兩種極端都不好 一個是媽媽受苦 一個是等於買了 等於白買 所以寶寶監視器真的是瞎買 但是其他的東西 我覺得那就是看個人 你可以很認真的對鏡頭說 跟佳馨說嗎 佳馨 你瞎買了 佳馨的時候呢 錢比較多就可以買一份 好啦 另外呢 還有我們幾個爸爸 有那個受不了 誰先來發難的 還有沒有 佩容寶寶的問題是 老婆瞎買寶寶一些 常常買了穿不到 該如何預賣小孩衣物 才不會浪費錢 我們現在小孩子才十個月 然後呢 我老婆就喜歡去什麼 衣服特賣會啦 網拍啦 就買那個衣服 對啊 所以現在從兩歲 三歲 四歲 五歲 像這個衣服 我看連六歲都可以穿了 對啊 現在我們小孩都還不到一歲 十個月買這個 是要讓她唱金句嗎 可以唱金句嗎 因為老婆非常遠見這樣 她就買了 未來五年六年的衣服 這上面有寫喔 五到六歲 上面有寫喔 因為便宜啊 這時候不買更待何時呢 所以我就常常陪她去什麼特賣會啊 不是 可是問題是你知道嗎 你衣服啊 像以前我們家也會這樣子 先買明年後年的拿起來等 後來發現一個狀況 你小孩長大的速度 我們預料不到 然後她的寬矮胖瘦預料不到 對 所以常常那衣服買下來 哇 袖子太短 但是身體剛好 對 或者哇 肚子太凸了 對不對 穿不下 對 那還有呢就是 我老婆就請朋友 從英國啦 或是美國買那個鞋子 就買回來之後我一開 奇怪 美國和英國怎麼 樣式都差不多這樣 就買了一堆鞋子 我先講那個鞋子 有一個大家要小心的 因為如果第一次當爸媽 當生或第二胎就不會了 第一胎就說 哇 這個鞋子好可愛喔 對 現在小朋友寶寶腳還太小 不過他長大的時候 剛好就可以穿的時候 我就可以拿出來啦 買了 那個鞋子可能是 有洞洞的是夏天的 對 對 對 但他腳長到那麼大的時候 剛好是冬天 對 等到隔天夏天的時候 他穿不下了 然後那個鞋子就 從頭到尾都沒用過 對 但是問題是 他們有時候看到便宜的時候 下去買 然後他們都會設想得好好 對不對 朋友媽咪 你們都想好那個行程了嗎 沒有 你說那個夏天 夏天我們就加厚襪子 就可以當冬天穿了 就不管怎麼樣 一定要穿到 對 可愛一定要走出去 那你現在小孩有幾雙鞋啊 好像快十雙了 快十雙鞋了 可是他一雙都穿不下 因為都太大了 都是兩歲以後 你都買兩歲的鞋啊 對 你衣服為什麼買到五歲啊 因為其實你知道 物價會漲嘛 先買著 有道理 對啊 物價會漲 薪水會薄 你知道我懷孕的時候 我就幫我那個老大買了一件牛仔褲 Levis 懷孕的時候 對 然後買到四歲的 因為他就唯一剩下一件 特賣會挑到的 對 結果後來今年 好不容易在角落發現了他 趕快拿出來穿 剛剛好 如果我沒有在角落發現的話 他可能就這樣過去了 對 真的 買太多東西 就會有這樣的問題 可是就是忍不住 對不對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感覺啊 你們媽媽們 就是 對 物價會漲啊 這不滿可惜啊 特賣會很多媽媽 然後就說只剩一件 這件我剛好可以 然後這個可以 然後鞋子 其實我這個也可以 所以你看媽媽多好騙啊 衣服啊 鞋子啊 要注意的是 像第一個叫做基本盤 一定要觀察你孩子的身長曲線 他有沒有沿著15的那一條曲線走 50的那一條曲線走等等 然後我們來推算一下說 然後這個東西是不是可以 把那一本拿出來看看 對 可是這只是很基本 很基本 因為孩子不見得一定照著那個曲線走 沒錯 對 因為有時候會突然變胖 突然變高等等 這個也很難 很難去抓 那第二個 記得要推算一下季節啦 不要夏天買到冬天 冬天買到夏天的 那有時候你收禮 收那個 因為剛出生的時候 收那個禮物啊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 那個買禮物的 有沒有生過小朋友 有沒有經驗 對 其實很多朋友送禮都會 季節會搞錯 對 因為他其實沒有經驗 他只是去應幼兒用品店 買一個禮物送給你而已 所以這個要推算一下季節 第三個 預留的空間頂多多一個階段 什麼叫預留的空間呢 你的孩子如果是75公分的 譬如說衣服的大小 對 你最多只買到80公分的 請你不要去買到85 90 真的嗎 那個一定會放很 可是小孩長得很快耶 有些小朋友不一定長得很快 真的啊 所以這些觀念都不一定是正確的 也有小朋友停在某一個生長階段 之前我也是有講過啊 小朋友的生長有時候是怎麼樣 停在一個平台的 再會突然又往上 然後再往上 他並不是這樣一直 啪啪啪啪啪這樣子上去的 對 所以你推算的時間 真的有可能有錯 所以請你不要往下面 去找太多的 大太多的那些衣物過來 那第四個 有漱口的啦 沒有彈性的 然後很多扣子的都不遇買 漱口是什麼 漱口譬如說我們的衣服對不對 像褲子的漱口啦 袖子漱口 對很多小朋友的衣服 因為怕風會進去啊怎麼樣 會有這個漱口的 那也有一些衣服是沒有漱口的 對 如果你怕他有可能穿不下的話 有漱口的這一種衣服跟褲子 特別容易遇買了以後穿不下 對 OK 所以這是一個 那還有扣子呢 有pose越多越容易不合身 這樣子喔 對 所以你在挑的時候 要注意這幾個 那第五個 兒童的鞋子一定不可以遇買 為什麼呢 因為鞋子有可能會變質 對 放太久了 是 會變質 真的喔 它那個膠什麼的對不對 對 它必須是 鞋底必須是黏的 或者說是怎麼樣的那個 再好的鞋子 它都可能會變質 所以一雙鞋子的壽命 你絕對不會超過一年半 所以你買四歲的鞋子 你現在只有一歲 結果你買到四歲的鞋子 這個東西絕對不可以 我家裡還有三雙二十公分的 趕快賣掉 我整個腳在十六公分的時候 我就已經買好了 但它現在才十八公分 那還有一陣子耶 但已經買了一年了耶 還會變質喔 下次穿出去就碎掉了 所以千萬不要 再便宜也不要 為了要省下錢 怕以後物價上漲 結果後來就太多錢 阿豬浩生的鞋子 柏君爸 聽說對柏君媽 有非常多的不滿 你想說鞋子最大的苦足啊 真的 從懷孕開始就在買 懷孕就在買 就買小孩的鞋了 對 那現在小孩子呢 它有專屬的鞋櫃 哇 等一下 小王子耶 怎麼樣 這裡面還有兩雙是 你媽送我的感恩牌好嗎 又不是全部都新的 最近剛搬家還有很多 還沒拿出來的 還沒拆封喔 這裡面的鞋子都符合 現在小孩年紀穿的嗎 其實有一些應該都穿不下了 穿不下了 穿不下為什麼不丟掉 或是送人呢 捨不得送 第二胎 柏君媽 留著第二胎 對啊 你現在懷孕了嗎 沒有啦 還沒 留起來等就對了 對啊 柏君媽她在買鞋 都是什麼時候下手買的 通常可能中年輕的時候 那個是最瘋狂的 他們除了每次都講說 特賣會之外 每次都聽到滿千送百 對 可是 一定要湊的啊 沒有看到 是不是 可是那是有玄機的喔 滿千送百是你要 滿五千 才有辦法送五百 送五百 對 不是說真的滿一千 你就送一百 這是聰明的消費方式啊 滿五千小孩的小孩起床啊 這樣的禮券 家裡有一堆 可是 她通常都忘記了使用期限 都過期了 真的嗎 你看小公好像福爾摩斯喔 在兩個禮拜前 而且五千的那些東西 到現在有用到過嗎 有 有嗎 我有用到 有啊 推車不就是其中一個嗎 那是推車啊 其他的都還在低下試 好啦 我有問題 好 來 像這雙鞋 那時候我們有稍微買大 大了大概 也是大概兩公分 對 然後那個專櫃小姐是說 幫我們加這一種鞋墊進去 這樣是OK的嗎 這個就要請王老師來說了 王老師 所以我說賣鞋子的人都很討厭我 好 絕對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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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一個 孩子把鞋墊加進去了 雖然他的大小已經符合了 可是他腳呢 的壓力呢 在裡面的墊子 並不是全墊 所以他還是會搖搖晃晃的 在裡面還是很不穩的一個狀態 然後正常的足壓 他會正常的發展 結果因為一個墊子前面沒有墊到 結果整個身體的重量 又移到前竹去 對 他整個腳的那個發展會很不好 如果你墊在後面 這個孩子長大之後就是容易墊腳尖 就是這樣子 那我加一個全墊可以嗎 加全墊就比較適合 對 所以這個不要是半墊 而且加的鞋墊不可以是非常非常軟的材質 所以可以摸摸看 如果 你看 那個應該滿軟的 像個子一樣 這樣子就已經 對 為什麼不能非常軟 來 兒童的鞋子的那個底 如果太軟的話 對他整個的脊椎發展是不好的 對 所以兒童在選鞋的時候 我們之前有講過 學步鞋跟學走鞋 是兩種不同的觀念 十個月到一歲 或者是一歲一個月 一歲兩個月 如果你的孩子只是在站的那個階段而已 或者是輕輕地跨出去一步的時候 那個叫做學走鞋 好 那叫學走鞋 它的主體可以是軟的 甚至你穿那一種鞋子 只是幫你的孩子修飾用 譽涵等等 反正他偶爾踩在地板上 那個沒有關係 鞋底是軟的 當你的孩子已經開始在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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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處亂跑的時候 如果他的鞋底還是那一開始的 學走鞋的時候呢 就會對這個整個腰椎的那個 對 然後還有後面有可能產生 所以孩子的鞋子真的要好好的選 一定要合腳 王老師 那像你自己的小孩啊 譬如說好 兩歲好了 你會買兩歲當下剛好的鞋 還是會買到三歲的 當然是買兩歲當下的啊 對啊 不要遇嘛 應該是用公分來算吧 譬如說它是16公分的腳長 我就是只能買16公分 我可以買到17還18嗎 不要 不要 真的不要 就是以那個大小 因為媽媽買鞋的時候都會 它長得好快喔 鞋子一雙這麼貴 所以我就大一點 OK 好 你大個半號是OK的 因為它可能就加個鞋墊下去 那是可以很穩的 但是你如果大到一號一號半的時候 對它整個發展來講是不利的 對 所以選鞋的話 有幾個挑的一個原則 第一個包覆性要好 後面我們不是有兩邊都有腳踝嗎 對不對 後面最高的高度 絕對不能低於那個腳踝 小朋友的鞋子 它的鞋子可以用來做一個說明嗎 不能低於腳踝 對 就是孩子的腳 整個把它放進去以後 它的兩個那個突出 突出去的骨突的地方呢 對 這骨突的地方 不可以比這個還低 就是這裡嗎 就是你突出來 對 文華寺的那個地方 雙邊不可以露出來 這是第一個原則 不可以露出來 對 不可以 不可以露出來 是喔 對 好 鞋子的側面 它是不可以 骨突是在這個的外面的 第二個 鞋底不可以太軟或太滑 太滑也是個問題 我前一陣子才幫小朋友去選鞋 結果每一個售貨師都跟我講說 不會 不會 這個很OK 這個一定不會滑 然後我就拿起來 然後在百貨公司的地板上面 好滑喔 對 為了要賣出去 對 都不會滑 不會滑 可是我跟我太太兩個人就好滑 就不要了 所以買的時候就自己這樣試試看 對 因為連你這樣子輕輕的都 他都很容易去滑動的話 那何況是孩子 對 像我兒子買那個運動鞋 你會覺得那個品牌 你知道那個品牌 是的 你會覺得他已經是運動鞋 應該OK 可是有一天下雨 我們走出門要走去坐車 結果他一路上就這樣滑了三次 好在活動握著他 他就是走一走就滑 然後我說你怎麼不好好走 然後拉著他 沒想到又走兩步又滑 所以那就是鞋子的問題 對 那鞋底要不要太 鞋底會不會太軟或太硬 很好檢查 請你跟我這樣過 這個鞋子的後半 如果可以像這一雙鞋子一樣 這樣折起來的 這就叫太軟 這樣太軟 這個就是太軟的鞋子 它才有可能會是這樣 當你孩子要 很可愛的去走路的時候 後面的這個地方應該不可以是 很容易足底會被凹下去 對 那前面也有挑的一個原則 前面反而是在這個背部的時候 是要軟的 因為他要怎麼樣 要這樣推進 要這樣推進 所以在這一個前面的前竹的 這個前三分之一的地方 是要軟的 如果這個地方做的是硬邦邦的 你叫孩子怎麼做 那也不行 走出去的這樣 對 了解 第五個 楦頭的寬度要合宜 什麼叫楦頭呢 也就是你前面最寬的這個地方 對 前面最寬的這個地方 如果孩子穿上去 走走走走走走走 如果五分鐘你脫下來的時候 他這個地方是紅紅的 這一雙鞋就不適合他 因為每一個鞋子 他的鞋型都不一樣 了解 好 這樣我們就懂了 再來下一位爸爸是 小可把比的問題是 老婆狂購尿布疹藥膏 真的有需要買這麼多嗎 像我們家小可 他出生到三歲 他都有所謂的尿布疹 那尿布疹他就開始去查一些知識 或者網路 也開始說 尿布疹要擦什麼藥膏 甚至去問醫師 甚至他就去問朋友 買什麼樣的藥膏 對 快買了一堆的藥膏 最後放到過期 蛤 為什麼會放到過期呢 他就說 一個嘛 這樣 因為我們想要預算 就是生兩個小朋友 對 這樣第一個已經生了嘛 那我們就一次買多一點 下一個可以繼續用 可是沒想到我第二個 比較沒有什麼尿布疹 都沒有用到 都沒有用到 對 這個都是喔 就這一個部分 因為其他被我丟光了 哇塞 而且這麼大一條耶 這還是從 這兩條都還滿滿的耶 滿滿的 這只是一部分而已 大人都用不完 你還小孩子 那麼小屁屁 對啊 小屁屁根本用不了多少 所以這還是 最近過年的時候 打掃除的時候 才找出來 其他掃除被我丟光了 所以我想問一下醫師 就是說 在這些尿布疹 我們小朋友尿布疹 這些藥膏 擦得真的有效嗎 還是說自然就會好對不對 買那麼多 對啊 來黃醫師 很多人都覺得 尿布疹是一種疾病 其實尿布疹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狀況 那我實在沒有辦法 一個一個講 所以我就畫了一個屁股 給大家看 西洋梨 對 好 首先呢 如果今天他的這個尿布疹呢 是在屁股的旁邊 這一圈 那我們這個叫過敏圈 通常這樣的孩子 他其實沒有拉肚子 他的大便是正常的 那他只有在肛門口這一圈 這有可能是 他的食物裡面有一些東西 他消化比較不好 他比較刺激 或者是他屁股太肥了 剛好每次 有可能是這樣 便便經過的時候 都會摩擦特別的 這一類的 我有時候就不治療 如果小朋友食慾都正常 發展也都正常 那原則他食物上面 也沒有真的造成他很大的 過敏的困擾 那這一圈我就不動了 這種他不會痛嗎 不會 不會癢不會痛 好 這個不是尿布透氣上的一個問題嗎 跟透氣有關係 不是尿布的問題嗎 不是 對 好 再來 比較擴大了 這種呢 通常就是有腹瀉了 那這個因為他一腹瀉 他那整個腹瀉的那些 那個拉膝裡面 都是對屁股有刺激的 所以 通常一下就紅了 一腹瀉 當天就紅成一大塊 甚至 如果你都不處理它的話 這邊會開始破皮 那就 越破越嚴重 那就很難看了 所以那個狀況就 一定要擦藥處理 擦什麼藥我待會跟各位講 第三種就是如果你擦錯藥了 譬如說今天 它是一個面豬菌感染 它旁邊就會開始有一些 衛星狀的點狀 OK 這個時候你就不是擦 一般的尿布疹的藥 你會越擦越糟糕 你必須要擦 抗梅菌的藥膏 還有一種是 尿布一打開 它的尿布疹在這裡 跑到上面去 好漂亮 那那個就是尿布本身品質不佳 悶出濕疹來 或是綁太緊 那就只有這種情況 才是要怪尿布 對 其他的大概都不是 其他都是要怪爸爸媽媽 太晚發現沒有擦乾淨 也有時候很難 因為你拉肚子 那個一拉就來了 所以那個也來不及 爸爸媽媽大概也來不及注意 所以大部分尿布疹 不是爸爸媽媽的問題 大部分 因為我們現在在座 或電視機前面的爸爸媽媽 其實都不是那種照顧不周的 的確啦 如果你今天是照顧不周 一天只換一次尿布 然後大便很久 當然會 那是例外 我今天講的是比較正常的狀況 所以你就知道尿布疹 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可能 所以你不太可能說自己去診斷 自己去處理 有時候 如果你真的尿布疹 已經困擾一陣子 你給醫生判別一下 確定一下 困比較好 對 比較好 那他會給你哪三種藥膏 我這邊就講了 譬如說第一種是最簡單的 外面能夠買到的大部分都是第一種 隔離的作用 沒有什麼特別要性的 那它的作用就是把你的屁屁 跟你的便便隔離開 就這樣這麼簡單 所以剛剛講的過敏圈 你如果看了就覺得很討厭 你很想要把那過敏圈去掉 你就擦這種 那就不要買了 就是我們 反正我們家很多隔離霜 可以用隔離霜來那個 對 小孩擦隔離霜 不一樣了 太刺激了吧 還不如擦凡士林就好了 對 凡士林也是一種選項 不會因為它太油了 有的時候會腦孔會堵塞 那外面買的跟氧化心 通常都含有氧化心 為什麼會增加它的黏性 才不會說像我們一般的乳霜 擦上去 下次換尿布打開 我擦到哪裡去 早就吸收掉了 不見了 但是如果你今天擦的是比較黏 比較稠的氧化心 下次打開尿布 白白的都還在 表示它那個隔離的效果還在 但是那個紅紅的 就沒有辦法太快好對不對 因為它只是隔離而已 因為它只是隔離而已 它就自己好起來 那第二種就是這種抗發炎的作用 就是我們到醫院的話 比如說已經很嚴重的 跑去給醫生看 他們會開這種有肋骨醇的藥膏 那這種藥膏就是救急的 比如說像我剛剛講 拉肚子已經拉一片了 那這時候 你要趕快讓它這個發炎然後消掉 不然會越發炎越厲害 這時候我們就會開這種藥膏 那不會常擦 比如說擦到好 我們見好就收 那剛剛講如果是黴菌感染 我們就是用抗黴菌的藥膏 狀況是不一樣 那還有那個尿布所引起的發炎 也是大概都會用第二種 你如果說是尿布太悶 引起的濕疹 你又擦個隔離 那就更悶了嘛 對 所以狀況就更糟糕了 所以如果照你的邏輯來講 剛剛小可媽她說 那我就買了很多 就算問了很多人 但是你這個尿布整的藥膏 買再多 如果買的方向不對 也沒有用啊 可能十條裡面有九條 都是隔離而已 因為外面賣的通常 含肋骨醇的 他們都比較不會放在架上 除非是你有處方錢 了解了 我們小孩子呢 他是發炎再甜 就是他會有蘋果臉的症狀 那就是我自己是覺得蠻可愛的 可是我老婆就很緊張 因為我本身有一些 這個過敏體質 所以呢我老婆就買那個 擦臉的藥膏 然後呢她就買了 現在一週七天她買了七罐 對 然後因為她就不知道 我是覺得她 每一罐都一樣的還是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的 不同牌子 對不同大小 那我覺得是我老婆 因為可能不知道說哪一個有效 所以她就呢就買了 就拿來試試看 對就買了七罐來試這樣 對 所以我想問一下 黃醫師就是說 像這個 這症狀蠻嚴重的 就是說 那像我們在買這個 這個腰膏的話 有沒有什麼成分 我們看了就覺得 這個是應該到底要 依小孩的臉 還是依媽媽的想法 另外一個是說 紅紅的是不是就是本身 就一定有可能是這種過敏 對這怎麼判斷 當然是 一定要給醫生判斷 因為臉紅紅紅有很多原因 如果真的是異味性皮膚炎的話 那保濕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措施 所以我想家裡有個兩條以上是合理的 請你跟我這樣過 一個是比較黏的 是睡覺前擦 一個比較不黏的 就是白天的時候補 那有一好沒有兩好 如果你今天是比較不黏的 它可能譬如說兩小時 一小時它其實就沒了 你再摸又乾了 所以你知道就要一直補 那 可是你如果白天給它擦那個很油的 那小孩就一直很不舒服 然後媽媽 或者是 它不會講話 它就一直揉一直揉 想把那揉掉 因為會覺得很悶 有的時候又會長痘痘 因為白天活動量很大 有的時候毛孔堵塞又會長痘痘 所以只好就是有兩種選項 但是這兩種選項 我想最重要就是 沒有香料 這是我們一罐的作品 就是最好是聞起來沒有香味的 比較少會有這些刺激的物質在裡面 才不會製造第二第三第四個麻煩 還有呢 因為你小孩已經比較大了 像我們現在講的小寶寶 但有些小孩 他皮膚乾燥或是過敏的問題 比較大了 這時候媽媽買的時候 你就買那種比較大瓶的 然後分裝 帶給分裝 你也不要說 我就買好多個小罐 小罐的特別貴耶 你想想那種小罐的試用 有時候它不是試用 它就是小包裝的 它其實那全部的單價加起來 比你買那個大罐的貴很多 對 所以那種狀況你就買一個大罐的 然後分裝成 我們去一般的那種藥妝店 都會有那種小罐的分裝 給小朋友 讓他帶去學校這樣 但是還是記得 還是要給醫生 跟醫生討論 因為如果真的太嚴重的發炎 你再怎麼保濕也沒有用 對 還是得擦藥 對 擦了藥以後再繼續保濕 對 所以媽媽也很奇怪 為什麼小孩有狀況 不先看醫生嗎 都聽人家講 對 然後就買一堆的藥膏 好啦 下一位是 薄君髮皮的問題是 薄君媽狂買各種奶瓶嘴頭 真的有必要用這麼多種嗎 之前塑化劑事件 我老婆就買了一堆奶瓶 對 可是她最近又開始買奶嘴 對 她之後一直做更換 對 可是她有時候就是有孔 有大有小的防脹氣 然後後面又有什麼可以喝水的 那需要搞到那麼麻煩嗎 她最近又買了幾顆奶嘴 大概 沒有 不是啦 你買幾顆 很多 不是 因為她這個奶嘴頭 有分size 有分S、M、L 對 那你因為小朋友一直長大 你必須要換 那因為她最近開始 我想要給她練習喝水 所以有孔哥我超認同她 真的喔 謝謝 我以前也是不停地很愛 換這個奶瓶的奶嘴頭 因為有各種材質 對 比如說有那種安撫型的 或是什麼矽膠型的 有各種不同的 各種不同的作用跟材質 或者是在喝什麼餐都不一樣 對啊 而且一天到晚都在買奶瓶買奶嘴 就是一種蝦瓶的內趣 欸 你自己都說了 不是 不是 就是為了孩子好 對啦 然後因為現在她準備要讓她學喝水 所以又換這種鴨嘴頭 喔 了解 對 然後之前就是看書她有說 最好這個奶嘴頭呢 大概三個月要太換一次 對啊 這也是有衛生 衛生上的顧慮 這不是瞎買 對 聽起來也是有研究 本來就是 有做功課才去買的 是 為了孩子好 對啊 不是亂買 那我們就來印證對不對 來 黃醫師 我想先不要一次就 把每個階段都買 其實跟買鞋一樣 就是到什麼階段 你覺得遇上主案 你想要給她換一個新的 你再買 那至於衛生的問題的話 我覺得三個月也許是OK啦 因為這個 但是其實矽膠不太會變質 我老實講矽膠變質 大概不會那麼容易 至於那個孔洞的大小 我必須跟大家講 像我自己的兩個小孩 全部都是一個洞用到尾 為什麼 因為我後面都不需要 很多人換大洞 是因為在奶裡面加米精 我一直都講這個沒有用 你不需要奶裡面加米精 你米精另外餵 所以她永遠都只需要喝液體 而液體那個小顏洞就夠了 是不是有一種奶嘴 她說還可以什麼 對 防脹氣 防脹氣對不對 你也有買是不是 有 我這個它就是防脹氣的 對 我不曉得是真的有防 還是防安心的 這個防脹氣都不OK啊 有嗎 我覺得防脹氣大概都是防安心的 我想身為 如果是爸爸 你們稍微研究一下 那奶瓶的構造 你們大概就會了解了 我們一般喝奶的時候 底下是奶對不對 對 上面是空氣 對 所以寶寶吸的這個裡面 它吸進去都是純的液體嘛 對 怎麼會有空氣呢 再來第二 這個空氣哪裡來 你說媽媽有啊 它那個泡泡一直冒啊 就是因為寶寶把奶吸掉了 所以在這個底下呢 就會有一些氣孔 把空氣帶進來 所以真正一個好的奶瓶嘴 是這個洞設計得好 因為這個洞很容易堵塞 用久了以後 你們自己 如果寶寶用了一兩個月 你自己把那個奶瓶裝點水 自己吸看看 有的時候這個已經塞住了 好難吸喔 那個洞就是我們小時候 喝蘆筍字要打兩個洞的意思嗎 對 對 這是一個通氣孔 所以有些奶瓶會很好心的 給你一根針有沒有 不是針啦 就是一個打洞器 說如果塞住的時候 你就吐一吐 很多媽媽都吐這個洞 對啊 不是嗎 你搞錯 真的嗎 我都以為是通那個 當然不是啊 還一直都有經常 小學的我才知道 原來就通旁邊啊 通這邊啊 因為我們買的時候 店員不會講啊 對 你仔細看一下那個矽膠的底下 就會有一個洞 你把它塞一塞 通一通通一通 所以寶寶喝了奶 肚子很脹 空氣是哪裡來的 是他自己吞的 嗯 比如說今天這個奶瓶實在太難吸了 吸吸吸的 嘴巴會打開喔 就吞了三四口空氣進去了 所以跟奶嘴無關嘛 對 所以跟你這個奶嘴 你要換什麼防脹氣球 其實都沒有意義 其實寶寶如果喝得順 他吞空氣少就OK 下一位是 佩蓉爸比的問題是 佩蓉媽買蠟筆給小孩 會不會太早了 食用時會不會 反而是在吃蠟筆呢 老婆她 因為想要培養 我們小孩子的這個 藝術器材 所以她就去買那個蠟筆 蠟筆 她買了兩款蠟筆這樣 現在才十個月 才四個月 對 然後她現在拿那個湯匙 也是哩哩辣辣的這樣 然後我會懷疑說 她怎麼有辦法拿那個蠟筆 我倒是比較擔心 她把蠟筆全部吃掉 你知道 有可能 有預期 對啊 那你就讓她買了喔 她已經先買了 先買了才告訴你 對對對 我收到說這什麼東西 怎麼看起來那麼可愛 然後說就是蠟筆 我的天啊 對 佩蓉媽媽 你不怕她吃下去嗎 沒有 這是無毒的 真的 所以可以啃就對了 沒有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 意思是說怎麼樣 如果啃了無害 她是這樣說 她說 這是日本做的 然後說是無毒蠟筆 那個真好好用 對嗎 我們家的浴室 都是我兒子 說星星的那個 好幾年了 我們家的浴室 全部都是這個畫的啊 對 很好玩 我們家也有一個 對 星星的那個 而且蠻好擦的啦 有沒有毒我不知道 但是很好擦 你說的無毒是旁邊那個 日本的吧 對不對 那整個就是可以畫浴室的 那種是歐洲的 而且我買這種是比較大隻 就是讓她小手很好抓 我不是買那種細細的啊 所以是很OK啊 像現在買會不會太早了 或者說這個到底有沒有用 塗鴉這件事情啊 應該回到塗鴉這個兒童發展上面去 大家認為兒童開始塗鴉 會畫畫的時間大概是多少 塗鴉啊 大概也要一歲半兩歲了吧 對啊 差不多吧 就一歲耶 所以你看媽媽跟爸爸的期待 就不太一樣 一歲太早了 其實大概是一歲半到兩歲 而且我覺得她都會把它折斷 或怎麼樣 破壞吧 根本不會拿去塗鴉 所以那個東西在孩子 在一歲以內來講的話 它根本不是一個塗鴉的工具 它是一個拿來啃的玩具 對 那最怕就是這樣子啊 那如果你還要再擔心她有毒沒毒 你乾脆就不要買 對 你沒有必要在這個時間買 所以一歲半到兩歲 等到她塗鴉正在發展的時候 再買那個時候都來得及 那抓握手指頭功能 其實還有很多需要觀察 不是你認為說 孩子已經開始會握握湯匙了 他再來接下來這個筆啊 塗鴉就會很好 其實不盡然 對 還有抓的湯匙能不能 倒嘴巴 對不對 然後還有抓的湯匙 能不能直接勾到食物 等等這麼樣 這麼多的東西要觀察 如果這些通通都不行的話 你怎麼期待她能拿著一支筆 然後找到那樣紙的那個位置呢 對 所以有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就會挫敗 所以我覺得那個時間不要太早 我們家小可在午夜晚的時候 一般跟所有小孩都一樣 晚上都會踢被子 正常啊 放了一件被子 但是我們每次這樣夜晚起來 幫忙蓋被子很累 對 開始小可媽咪就開始買被子 被子跟毛毯 因為怕一件不夠 踢被子是被子的問題嗎 沒有 有時候它會熱 或小孩天氣還會踢 不是 所以我說踢被子 不是被子的問題吧 一直買被子會改善 踢被子的問題嗎 沒有 我就覺得說 對 你這邏輯我們剛才在想 對 一樣的 這時候我想不通 好特別喔 我研究出來了 就是說一件嘛 就會蓋的時候 就覺得有點小 因為小孩子的毛毯都很小 他們會買兩件 對 覺得 它翻的位子越來越大了 還有三件 四件 這都是小可一個人用嗎 這個行程有 最近不知道看哪一集 對 有 有 有 我們有一集 對 那時候我會覺得 兩個專家也都有啦 家裡都有 看完以後隔天就去買了 是 然後我想說這件怎麼這麼貴啊 對 對 對 所以這 後來這五件 他就覺得因為 可能下面它墊著 那它不會感冒 可是每次蓋 它每次就會踢被子 一路踢它就是不要蓋 對 那我不知道 為什麼要到這麼多的被子 那我也覺得很奇怪 好 姐 那你們家小孩 有那麼多被子嗎 沒有耶 那踢被子怎麼辦 我現在才知道說 這個我們家 你剛才講說那個 對 演白了 節目是害人還是讓人 你們剛才這樣講 我才知道 動動的那個 在還不便宜喔 因為兩個專家都說OK啊 他們家都有 他們是嚴凶喔 我都知道 我雖然不知道怎麼樣是正常 但是我覺得 踢被跟買多 買多少被子 沒有關係 沒有絕對關係 對 那這要聽小可媽媽說啦 為什麼 我要抗議一下 因為那個小朋友啊 半夜踢被子啊 都不是把拔起來蓋啊 然後而且他每次啊 你幫他蓋一件 他一翻就壓在下面 你總不會把小孩 拉...拉起來吧 怕吵醒他 因為他都睡在我們家的那個 床的最角落 那你這樣一拉 他不就掉下去了嗎 我現在才知道 他是小孩子壓到 然後他再把他蓋 又壓到一件 又再把他蓋一件 他就不用 所以你現在都接受吧 我現在才知道 現在才知道 那這個女兒 OK嗎 還是不接受 對啊 那你就把他抱起來 再把他蓋一次就好了 那麻煩以後 給你抱好了 給你蓋 小晃 你有幫那個 半夜幫小孩蓋被子嗎 就是 完了完了 蜘蛛屋啦 蜘蛛屋 對... 對... 只是我太太幫忙做這樣子 那小孩踢被到底怎麼辦 對 因為我對於小朋友 晚上蓋不蓋被子 我並不是那麼在意 為什麼 就是我們之前一直討論的 就是 並不會因為他少那一件被子 他就著了 如果他總是露出肚子 我有肚子的肚包 年紀比較小的時候 肚尾滿好 對 包個肚尾 就是有各種方法 讓你其實不需要 可是他的手腳 沒有蓋到背裡 我們就覺得 那他一定很冷爆啦 之前像很多爸媽都說 他的手腳冰冷 對啊 但是天氣很熱的時候 他手腳照樣冰冷 後來就證明 他的冰冷其實跟 冷不冷沒有關係 是體質 是他晚上睡覺的時候 腹膠感神經起來 他的血管就會收縮 他就會冰冷 然後手腳冰冷 頭還在冒汗 對不對 所以你就很難告訴他說 你到底是熱還是冷 你也搞不清楚了 所以我是覺得說 今天那個棉被 那個被子呢 如果你真的覺得 你的孩子反正也蓋不住 你不如就不要 你就不如不要 不然就是蓋一個 對不起 我只是說 我們家有洞洞台 我沒有說他很好 所以他 哪有 我們掉袋子出來看 對 我只是說我們家有 昨天門診 一對一對媽媽跟我說 我也去買 小王你有嗎 有 每天都是啊 都是你啊 對啊 媽媽也有啊 我們誰起來就一起蓋啊 就是誰蓋啊 對啊 那個洞洞毯是散熱用 大家想一下 孩子為什麼要踢被子 因為真的太熱了 那是自然的反射的一個動作 為什麼會太熱呢 因為孩子體溫本來就是比較高 而且你常常發現 孩子躺下去的時候 背後面是濕的 有沒有 對 所以防踢被最重要 就是要幫助孩子散熱 第一個 那個洞洞毯鋪在那個床墊上面 不是拿來蓋的 對 對 它不是拿來蓋的 趕快再買 買對毯子又做 有做方法 對啊 真的是 一路都蓋到六歲了 為什麼不早講呢 有啦 他那時候有講 蓋掉袋子是外套 剛剛是我們老公們 來控訴老婆對不對 有的老婆不曉得老公都不滿 但是各位老婆們 你們有沒有人自己知道 老公對你哪裡不滿的 有沒有 小兵 滿自愛的 不錯 對 你知道其實小男生 他們剛開始就是以前小時候 會看到車就喜歡 看到車就買 那我覺得那時候 我會覺得他是瞎買 有時候你也不懂這個車的來歷 但你知道最近他迷上了變形金剛 而且他非常能如數嘉珍的 說出每一個人的名字 是 真的好 支持 只是因為他會念得出名字 柯博文 一大組耶 Oh my god 不只 他每一支都念得出名字 真的喔 對 這個不便宜耶 而且他非常喜歡 我今天帶來只是冰山一小角 冰山一小角 因為他不讓我帶來 因為他要帶去玩 請問你總共買了幾尊給他 這個大的 然後中型的大概差不多二十幾尊 那小的話也差不多 小隻的就像這種 這種是最小的 就是他平常好攜帶 大概有三十幾台 三十幾台 大大小小加起來已經五六十台 就是幾乎一整本主角 就是他們所有裡面的角色幾乎都齊全了 那你買了五六十個 對 那你老公呢 你老公 他怎麼可能贊成 當然啊 性子不好 看到這一隻就搖頭 看到那隻就搖頭 只有搖頭 他有跟你吵架嗎 不會 他就沒有辦法 因為他買給他兒子 其實他是心痛 可是他還是 還是捨得 五六十台花了不少錢 而且我會告訴他說 其實這種東西 可以訓練小孩子的頭腦跟反應 而且還有他 什麼嗎 請問 你說組織能力還比較有那個喔 就是一切 一切 我覺得一切都可以訓練到 還有他手的那個紙機力 紙機力 紙機力都出來了 這很誇張耶 組合類的玩具 或者是變化類的玩具 一定比基本上 都好都不得了 一定比基本上 你不要 你不可以斷張距離 你都被消音了啦 這位廠商代表 對 一定比那個基本上面 那個一般的車車要來得好 我一直講說 我們很反對 小男生有一堆的車車 但是他都沒有變化性 對 那出現了一個什麼 出現了一個有變化的車車 對 那所以我覺得不要一直買啦 對 不同類型的 這個我就沒有聽到 老公 王老師說好 我們來問一下現場的爸爸吧 好不好 這個 或是老婆 有沒有因為老婆從小孩 很愛買 然後會吵架不愉快的 請舉牌 沒有啦 有沒有 老公舉牌 來老公 有 像我老婆也是很愛瞎買車子 你知道嗎 我剛還在那邊搖頭耶 他很喜歡瞎買車子 從小孩 那小孩喜歡 那時候喜歡那個Cars這個電影 只要每一部裡面出現的車 他都去買 他都買了 對 只要小孩一吵就去買給他 可愛對不對 你買這麼多Cars 你是什麼心態 我的心態 就跟小編姐一樣 就是愛孩子 為了孩子好 你們自己在收集吧 他什麼好呢 就是比方 因為現在就是怕 就是說 走在流行尖端 總不能走出去說 朋友在講什麼 他聽不懂 對 那你要知道說 這是Cars 這是什麼 然後這個主角是怎麼樣 還有一個貨櫃車 可以停車這樣子 那可是那個看卡通你就知道了 可是卡通只有一次 我們要回味啊 沒有辦法觸摸到啊 對啊 我們要在家裡自己在玩啊 那好像都是在滿足媽媽 對啦 好啦 如果真的已經買了時候 怎麼樣玩的有意義 對 最有意義的就是 爸爸你讓他買 沒關係 你們去瘋狂的買 你陪孩子玩 怎麼玩呢 角色扮演 他裡面都是有一個角色的 來吧 每天陪著孩子做演戲 如果媽媽不累的話 就盡量買 就是這樣 很累 真的 一定會很累 所以這一招可以讓孩子 融入的好方法 對 那那個柏君吧 這是我們家地下室 哇 一個很香的 一個很香的是不是 這麼亂你也好意思 照出來給人家看 地下室大概有十來瓶 都是柏君的東西嗎 有三分之一是柏君的 一小部分而已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啊 這麼多啊 都還沒拆封的 另外三分之一是你的衣服 OK 沒有啦 有些是感恩牌人家送的 也不是全部都我買的 那每次都講說他心情不好 然後跟朋友出去 對 那出去玩 大概要回來前一個小時 就打給我 對 你還載我好了 因為東西太多了 東西太多 王老師 那這購買小孩的用品 應該怎麼克制啊 好 來 我們看一下兒童用品 要買的時候 要停看理想 不想看 不想看 真的要停看理想 那些老婆看這個 爸爸們把它造回去 來 第一個 聽聽看使用過的人的正反意見 第二個 不要覺得越過越好 因為兒童的用品 真的很多傷的人 會抓好媽媽的心態 那第三個 要知道孩子的心智年齡長得很快 你不要一直補充某一樣固定的東西 他如果到了下一個年齡已經不適用了 他一下子都不喜歡這個玩具了 有可能 第四個 用數字提醒自己 怎麼用數字呢 這一類的東西 我已經有幾個了 當你要買的時候 看一下那個數字 哇 好驚人喔 搞不好就會三思 對 好像剛剛那個車車有多少台 對 八 又在二比幾台耶 把他寫出來 對 把那個數字寫出來 放在你家的冰箱 他每天要煮菜的時候 就會看到二十台 距離三十台還差十台 好 好 這是我們的表 好 所以所有的媽媽們 當然不見得只有媽媽啦 很多爸爸也很從小買很多東西 也很瞎啊 對 但在下手之前 三思而後期 對 想想這東西真的需要嗎 真的有需要買到那麼久以後嗎 對 到時候會不會變成你的節省 你會變成浪費啦 對 的確 大家還是要這個先想過再買 對 再下手 好 謝謝所有來賓 謝謝 謝謝 好 下一層時間去鎖定 請你跟我這樣過 拜拜 拜拜 好 再次 我來賓 讓我再買到 一天 你們 想看 那我再買到 那我做了 對 我來賓 我來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